剛剛跟你講的度式能量單位 停車站借問 你從古時候到現在 從八年級到現在 你學過哪些能量單位 你從八年級到現在 你學過哪一些能量單位 我告訴你 你有三個 包含剛剛教過的那一個 包含剛剛教過的那一個 你總共有學過三個能量單位 哪三個 二十三 二十三 你學過誰的單位 什麼單位 教爾 還有呢 度 剛剛學過電的單位度 還有一個 八年級學的 八年級學的 上次有提示過 聽不見 卡 請坐下 我們學過三個單位叫做 卡 八年級 九年級開始的時候 教爾叫做 焦爾 現在叫做 度 或者是千瓦 小時 這些都是能量單位 然後呢 這個其實出來也是焦爾嘛 對不對 這個度級算在也是焦爾 3.6乘10的幾次方焦爾對不對 所以那講卡跟教爾會有一個換算問題 再說啦 有些東西是大公寓的 像冷氣機是大公寓的 冷氣大小也不一樣 那個通常的小房間是比較小台 大房間的會比較大台 那假設我們的客廳通常都會比較大 就是一千兩百瓦以上 然後用假設冷氣機每天用八個鐘頭 一個月用三十天 每度電三塊錢 請問要付多少錢 一千 一點二千瓦 一千二百一點二千瓦 每天八個鐘頭乘以八千瓦小時 三十天 二百八十八度電乘以三八百六十四塊錢 所以你光為了開冷氣 這個其實對很多人也已經算是很節儉 才開八個鐘頭 有人一回家就開冷氣 然後開一整晚 遠超過八個鐘頭 然後還在來不只一台 兩三台同時開 現在才一二乘以三 所以說為什麼有些老人家很節儉 不捨不得開冷氣 因為你只要一開冷氣就 然後電費就會暴增 暴增 不止冷氣高功率 其實像所謂的微波爐 電磁爐也都是高功率的 還有吸塵器 可是你不太 你不會用微波爐 你只用半個鐘頭啊 你也不可能開微波爐 才可以電才開半個鐘頭啊 大家只有花一點點時間 所以你沒有感覺說他用電很多 可是他也都是所謂的高功率 高功率的 很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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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到高功率的 只是因為用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你比較沒有感覺說像 你說開冷氣之後電費就會暴增 但是他們都非常的耗電 都非常的耗電 那高功率很耗電 然後要花很多的電費 那小功率呢 像我們前校的日光燈功率也不大 一支燈管60瓦 可是我們教室有好多支燈管 數一數26支 然後有70天教室 每天點10個鐘頭 10個鐘頭也不是太誇張嗎 早上7點到下午5點差不多 OK 然後20天因為我們有週休二日嘛 一路散發錢要多少錢 好 算 算出來每一 0.06千瓦 然後一天有10個小時 一個二十天 一個月呢 每一支呢十二度電 然後呢 我們一個教室有二十六支 有七十間教室 所以兩萬多度電 然後一度電三塊錢 你就要花六萬多 最後是為什麼學校現在開 因為政府給學校的水電費錢非常的有限 可是我們這還沒有算什麼冷氣喔 也沒有算蒸飯箱或者是電冰箱喔 都沒有 都沒有算其他只有一個什麼 開電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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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花掉六萬多 所以那學校就你說 我們錢不夠啊 錢不夠啊 大家要節約用電啦 好好散 開關燈就要關燈啦 不然的話我們就付不出來 付不出來 只有四位存在小功率 雖然小功率可是加起來也非常的驚人 很驚人 所以即使不是大功率 好 但是如果數量很多長時間使用 也會非常的可觀 像元宵燈會的時候 像台北市這樣 台北市以前在元宵前 都會在路上面擺了很多很多的燈 每個燈泡都很小一點點 可是它有上千上萬好多個燈泡 所以它旁邊要放到發電機給它電 因為雖然每個都很小 可是加起來很多 加很多就會變得非常的龐大 也會非常非常的耗電 所以要告訴你說 告訴你說它要節約使用 節約使用 不管它是大功率還是小功率 節約用電的好習慣 不要太過於浪費 不要太過於浪費 好 該關燈的就關燈 當然這會有一些 再一些其他的問題啦 比如說 有人說那個電視機不看 插頭要拔掉 沒有 因為拔掉它就完全沒有電 就會省電 可是問題是台灣很潮濕 如果你有一點微弱電流的話 會加熱 可以比較可以防潮 電氣可以活得久一點 如果你只要隨時都拔掉的話 它比較容易會受炒 可能比較容易會壞掉 這可能就是一個麻煩 不過沒有關係 告訴各位 我們應該要節約使用 節約用電 就這個道理